香港大學兩座新學生宿舍受到工程延誤影響,要下個月中至10月才入伙。 位於龍華街四座新宿舍,原本可以提供1,800個宿位, 其中兩座宿舍近1,000個宿位,可以下個月6日給學生入住。 但另外兩座宿舍大約800個宿位,就可能要延遲至10月才入伙。 由於四座新宿舍中,有三分二分配給非本地學生, 港大已預留額外資金補貼租用私人單位作宿舍,當中不涉及公帑。 港大在柴灣青年女社、西環和油麻地私人樓宇,租用單位給宿舍入住, 每人每月獲租金補貼2,000元,一年租金補貼高達800多萬。 港大指由於仍然欠缺1,900個宿位,所以有300多個私人大廈宿位要租幾年。 港大希望政府再撥地建宿舍。 Owe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